鹹蛋用兩隻 因為我用一個新方法去煮鹹蛋捷瓜湯 跟以前的有些不同 這個瘦肉用一半就夠了 不用那麼多 二十元大家看到 新鮮的豬肉 你要買開哪一檔 你就買吧 因為你有信心 有些朋友說豬肉有些什麼壓味 如果你買開是壓味的 你就以後都不要買了 為什麼呢 就算你用水浸它 煮它 煮它 浸它兩個小時 它只不過浸了那些壓味 它本身都是壓的 所以你買新鮮豬肉 千萬要知道在哪裡買 千萬不要買 覺得它不新鮮的 回來浸水就死了 好 哇 喂 這些節瓜 多少錢啊? 十元 這麼漂亮啊? 這麼多毛毛的 是啊 你比我啊 跟你有得分喔 哈哈哈哈 那就買一份回去吧 不用了 好 拿兩個來煮湯 兩個來煮蝦米粉 就行 三個 要五個 哇 兩元真的很划算 皮仔 為什麼這麼划算 你去皮肉買吧 麻煩你皮仔 十元就在這裡買菜了 買兩隻鹹蛋 兩隻鹹蛋 兩隻鹹蛋 很軟啊 哇 大了嗎?去濕料 哈哈哈哈 厲害啊 厲害啊 麻煩你買兩隻鹹蛋 謝謝 謝謝 鹹蛋滾節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十元多 三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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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元 三十元 一會兒要做到滾湯 還要做的 請我做這一下 我煮這一下 不加是魚肉 再兩個 你們要去煮蝦嗎? 是 是 謝謝 好 好 大大 太好 好 要來滾湯已經吃得了 十元 吃飯雞 我是越煮越好 大家好 哇 這幾天真的很熱 過幾天說打風了 所以很藝焗 我今天也想滾湯喝一下 今天就看到折瓜 10元份 大家剛才看到 都OK 不是很差 有五隻 雖然是折瓜仔 其實折瓜仔更好 太大隻就老 就不太好 我就買了20元雞瘦肉 其實我是想買10元 不過人家也要吃飯 買20元 不過我待會放一半 買了兩隻鹹蛋 10元5隻 不過兩隻要收5元 OK 待會放幾片薑片 如果有幾隻的 拿一堆淋拉士 湯就很香 如果沒有就有它 我就買不到五個 因為不用吃太多 我們首先 拿兩個 肉 我也是 要一半 幾指要 薑也不用太多 少少就可以了 OK 不過薑要大塊 因為沒有薑味 就不好吃 鹹蛋用兩隻 因為待會我用了新方法 去煮鹹蛋 這個折瓜湯 跟以前的有些不同 這個瘦肉 用一半就夠了 不用太多 20元 大家看到了 新鮮的豬肉 你要買開哪一檔 你就買吧 因為你有信心 有些朋友說 喂 豬肉有些什麼 壓味 如果你買開是壓味的 你就以後都不要買了 為什麼呢 你怎樣煮它 就算你用水浸它 煮它 煮它 浸它 浸它兩個小時 只不過浸了那些壓味 它本身都是壓的 所以你買新鮮豬肉 千萬要知道在哪裡買 千萬不要買 覺得它不新鮮的 回來浸水 就死了 OK了 我今天就用這麼多材料 煮一個折瓜鹹蛋肉片康 我們要先洗一洗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就不是冰鮮 急凍 所以不斷洗就可以了 不用浸水 因為越浸越沒味 跟雞的道理一樣 如果你覺得它是壓的 你就要浸出來壓的 你吃的那塊肉 都是髒的 所以你買開哪一檔 有信心就可以了 不斷沖沖水 洗乾淨 乾淨水就可以了 另外我們要先處理 兩隻鹹蛋 這次 煮鹹蛋湯有些不同了 以前煮鹹蛋湯 大部分就打進去做蛋花 我這次要先煮鹹蛋 如果你有電飯煲煮飯 你就先放進去煮熟 如果沒有的 你就煮熟 沒什麼所謂的 OK了 先刮好這些灰 洗乾淨 兩隻都洗乾淨 現在用電飯煲煮熟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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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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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廚房紙吸乾淨 讓乾淨 新鮮瘦肉很棒 切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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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拌一拌 要拌一拌 其實很想買10元 沒所謂 用一點胡椒粉 少許胡椒粉 1%茶匙鹽 半茶匙生粉 拌一拌 然後再加點油 鎖一拌 先醃一拌 盡量不要加醬油 很多時候 煮這些切瓜湯 那一口湯 黑漆漆 好像喝醬油 不用加醬油 記得 好 切瓜 切瓜很簡單 怎樣都可以 可以刮 用山果刀這樣刮就可以了 如果不懂得這樣刮 用跑跑也可以 沒所謂 因為這樣刮 就原始一點 我們幾十年都是這樣 沒所謂 很簡單 就著刀就可以了 這個皮 切一切 頭皮 OK 另外 就刮薑 薑 其實可以不刮 不用刮 先洗乾淨 洗乾淨 就可以切仔切瓜 切瓜 因為我們會快滾的關係 盡量切薄一點 兩個瓜都幾多 好 現在這麼熱 我們就當一餐 因為又有肉 夠薑 多少少都不要緊 我們可以刮 刮一刮就可以了 刮過的薑 刮過的薑 又出味一點 我就喜歡多些薑 刮過的薑 那個湯就更好吃 好 另外 兩隻鹹蛋 這兩隻鹹蛋 如果你們不喜歡 煮熟 煮熟 就這樣 生打下去 像蛋花 但是這樣不香 告訴大家 哎呀 這樣 放兩隻 不要放一隻 因為我們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吃很鹹 鹽都不用加 因為本身的味道還可以 但如果你說喜歡 要鹹一點 你加一點鹹 OK了 好了 基本上 現在差不多做好了 這些鹹蛋就做好了 好了 軟到幾指 軟到煮熟 煮熟 放下去浸幾分鐘 好 因為越浸就越脫色 大約20顆左右 好了 過來煮這個湯 首先 加一點油 大約半個湯匙 做什麼的呢 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爆一下鹹蛋 因為鹹蛋黃 很香 爆一下 這個湯 又有一點鹹蛋白色 又有一點鹹蛋黃 這樣 弄壞它 爆過去 慢慢 用一個細小小火 可以了 用一個細小小火 爆一下 好香 看不看 爆一下 爆一下 出油了 嘩 我那時候 不是拍過鹹蛋黃豆腐煲嗎 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是我第一個龍虎磅 我講些笑話給你聽 我去了做運動 咦 為什麼 通知我是龍虎磅 那時候 現在就叫熱爆影片 我完全一頭霧水 哎呀 好開心 我自此之後 好快手 連續 我現在有超過 一百個龍虎磅 大家知不知道 好開心 現在爆了 蛋黃油出來 看到嗎 這些可以硬碎一點 蛋黃的 這樣這個湯 是好吃很多 你要理解 兩片薑 放進去 你喝多少 湯 就放多少水 千萬不要太多 現在就可以摺瓜 兩個切到這麼薄 就很多 放進去 讓它先沸騰 先沸騰 再跟大家說 好了 差不多了 現在還要沸騰 這個鹹蛋湯 很棒 現在先放進去 這個瘦肉 因為太早放進去 肉會粗 而且你看到 我的肉是白酥酥的 因為沒有醬油混合 那一口湯 就不會變成草心色 放進去 要沸騰 大約沸騰2分鐘左右 2分鐘 讓它沸騰 肉片就會滑 不能煮太久 好了 煮了2分鐘 肉就熟了 可以了 看看 那些瓜都已經剛剛好了 太濃郁又不好 那些杞子 現在就可以放進去 沒有都可以 我有杞子就放進去 好了 放些杞子 好 拿過來上 拿過來 一個這麼簡單的 折瓜鹹蛋肉片湯 你看看 只要改變少少少 做法 先把鹹蛋蒸熟 先放進去 然後先滾湯 你看一下 淡湯 這些顏色是真實的 最重要是知道 沒有加過任何調味料 通常滾這些都要醬油色 千萬不要 又有蛋白色 鹹蛋白 一塊塊 更好 蛋黃已經是香 放在湯裡 已經融化了 這個真的 在現在這麼熱的天氣 又簡單又實惠 兩個折瓜 我只要4元 接著我買了20元 用了一半 即是10元 14元 另外鹹蛋 10元就5隻 兩隻應該是5元 不過都是收我4元 我就照計5元 其實這個湯 19元 就可以滾到這一口湯 你看一下多棒 好 讓我試一口給大家看看 先試一口肉片 這樣切薄薄的 就可以了 不用太誇張 不過要滾快一點 2分鐘就好了 因為太久會收縮很韌 千萬不要浸泡 現在還有鮮甜的味道 哇 很軟滑 肉味 很軟滑 如果你吃下去都會壓 你以後不要買我當豬 好吃 先吃一口瓜 切到薄薄的就快了 最少要切到那麼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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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透明了 嘩 好甜 嘩 嘩 折瓜一樣是燒薄的 比冬瓜還沒有那麼寒涼 如果你看到這些折瓜 這麼划算 就要買折瓜來煮的 嘩 還有 嘩 這個有鹹蛋白 來來來來 喂 是不是多東西吃 嘩 我最喜歡 兩隻 所以要加兩隻鹹蛋 嘩 好吃 先喝一口湯 這就是鹹蛋黃 這些鹹蛋黃就精髓了 我沒有加鹽 如果你認為鹹不夠鹹 就加一點 好味 好消暑 好消暑 只要加兩隻大薑 加兩隻大薑 包你說正 因為有薑味 湯才好喝 希望大家都喜歡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 一個這麼少薯 這麼實惠的 折瓜鹹蛋 肉片湯 謝謝 如果大家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好消暑 愈煮愈好 愈煮愈好 愈煮愈好